在今天的天氣形態來說 仍然是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不過這東北風的強度 已經明顯的開始減弱了 我們就來看看今天 台灣上空降雨的狀況 跟中午的高溫 可以注意到 整個降雨的形態來說 主要在台北的東邊 東北角 宜蘭跟花蓮 尤其宜蘭地區 從東山到蘇澳到南澳 全部都變成紅色的 宜蘭東山的山區的雨量 在181毫米 這最主要就是因為風向 偏著東北東風進來 宜蘭這個本機的地形 而造成它的區域性的降雨 非常的明顯 而溫度形態來說 南北大不同 北部中午高溫22 南部地區的高溫 可是達到了30度 明天仍然東半部地區 有短暫雨 西半部地區天氣晴 白天的氣溫還會再上升 日夜溫差會更明顯 就來看看衛星雲圖 從衛星雲圖上可以看到 在今天江南華南地區的 雲帶東移之下 使得台灣地形的降雨 以宜蘭地區為主 但是在明天的時候 風向開始變成有點 東風轉東南風 白天的溫度 可都會達到接近30度 所以小丁寧要給您個提醒了 特別留意的是 早晚天氣仍然比較偏涼一些 穿著方面要注意 還有東部地區的朋友 依然要攜帶雨具 好久不見 謝謝 谢谢大家